刚开始的时候,其实练得也比较杂 可能自己喜欢的,不管是日本的演书家,或者是欧美的,都会去练一些 发现,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擅长所有的东西 其实谭老师,这些G-Buff的东西都谈得很好 但是我谈,就始终是没有这么个味道在里面 后来我就有一次去看演奏会,是2012年的时候 接触到一位演奏家,他叫做Gin 然后当时我看了他演奏会,我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后来我就仔细,我也谈了很多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,当时虽然他不认识我,但是他是我的偶像 然后私底下,我买他的曲谱,练了很多 可能他的曲子,我谈了一半吧,一半多一点 后来我就觉得这种可能更适合我,或者说我表达这样的情感 会更擅长一些,然后我就自己一首一首的写下来 现在从17年大概开始自己的创作 到现在自己也写了十来首曲子 但我觉得还是要谈一下其他演奏家的感觉 是他在精神上很多时候给了我这个创作的力量 然后后来也跟他成了好朋友 就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作为一个小粉丝到老杰克和偶像成为朋友的这种 所以在这里谈两首他的曲子 第一首叫做Faker 应该是假面或者是欺骗的意思吧 就是有一点怪怪的东西 有点酷酷的一个曲子 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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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